主位老师 主位同学们 大家晚上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明天就是节夜了 那还有两节互动交流的时间课程 待会我们可以再回答一些同学提的问题 那这几天课程 像有没有要请教我们李赫晴医师的 还有王川老师 李丹靖老师 或者其他老师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的 我们落实一句地址规的教诲 心有疑 谁杂技 旧人问 求确议 有吗 哇 你们太厉害了吧 全吸收了 哇 俘虏也好 与俘虏也好 我比不上你们 来 正恩有请 发师好 然后各位老师 然后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我放在我心里很久了 是因为 因为我现在还在读书嘛 然后我发现到 目前我读的书呢 就是跟我理想和现实 就是往往都不一样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觉得 这一个我现在目前读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很适合我 因为很像这几天的课程中 法师也是有讲到 就是人生最难的不是奋斗 而是抉择 所以我觉得 以我这一个 虽然我读书已经快要毕业了 可是这个抉择在我这一边 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困难 然后就会陷入迷茫 就我这一个选择是不是对的 这个就是我想要问的问题 谢谢 那这个就牵扯了 我们说人生的价值观 你觉得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比方你这样的困扰 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也是有的 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遇到佛法 所以我也随波逐流 那时候就想 哪一个科系好早工作啊 就读 所以我是读 computer engineering 你们这个鼓掌我 不是怎么应对 因为我是学非所用 所以 当时候读这个科系啊 非常热门 我的同学几乎是不可能找不到工作的 但是我读到三年级的时候 都快不行了 跟我的 兴趣不相应了 我其实是对 怎么去帮助人比较有兴趣 跟机器打交道啊 我就不相应了 所以混了四年 混毕业了 但是后来就往这个 教育训练这一方面 当时候台湾也很热门 哇 上课很贵的啊 那些课程 潜能激发啦 成功学啦 灵修啊 好多那个 还有催眠的课程啊 三天五万五啊 台币啊 三天啊 你看这种事我都干过啊 当然我们是公司聘请的啦 我们只是销售员而已啦 但最关键的呢 是当我做了Top Sales 业绩很不错啊 可是我看这些上完课的人 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夫妻啊 家庭啊 事业这些问题 所以我就赚不下去了 所以有时候人生的抉择啊 都是义跟利的抉择 是道义还是利益 我可以继续做我的Top Sales啊 因为我的口才还可以啊 但是呢 良心过不去了 因为我们的动机是 真正希望解决他的问题嘛 赚不下去了 你假如 寻着利啦 那就是一种业力 你寻着意呢 他有带一种怨力 所以其实人生啊 就两种情况 说复杂挺复杂 我们把它归纳起来 要不就是随业流转 当然这个业不一定完全是不好的 他有善跟恶 那你就随着他 哇 你有善报了 现前了 你享受了 恶报现前 你得去陈述了 但是说实在的 假如我们不懂的修行啊 善业对我们来讲 只是把我们的福报花掉而已啊 那请问大家 一个人在享福的时候 在消福报的时候 照不照业啊 请问大家想多久啊 几年 几十年 可是在这个享福 几年 几十年 照得业 要去受报多久啊 那这个又是一个要思考清楚的问题了 所以老法师有一句话 我当时候听了很震撼 三善道 消福报 消福报没有不照业的 大家冷静去看看 你看你们的同学 家里比较有钱的 你看他花着钱 父母给他钱少了 他怎么样 他骂父母啊 是吧 哇 那不得了啦 那个骂父母啊 请问属于加减乘除 哪一条啊 人的福分啊 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喔 甚至每一课都有可能加减乘除 比方说今天听了李医师的课 有同学说 我这一生要做能治病的医生 身心灵都能帮人家治好的 哇 那你这么一发 发这个心啊 哇 那你这一生 这个心 菩提心发出来 要立意苍生啊 那你的福报可能会用沉的了 大家看老和尚 他的一生啊 就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了 老和尚 你看 命中是短命 四十五岁 然后你看老和尚 年轻的时候啊 脸怎么样 比我还瘦啊 你们见过吗 连 跟着三个老师啊 买不起东西供养 只能养活自己 而且命中啊 我们说没有官应啊 当不了主管啊 但我们看老和尚 改变命运了 因为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在想 怎么帮助人民 帮助苍生 所以他的心 发得早 他有愿力在 你看 只能养活自己的命啊 最后你看全世界 这么多尽忠的姻缘啊 都是他老人家的福报 护佑的 不然这些缘 成就不了啊 修到什么程度啊 我们说三种不思啊 财不思得财富 法不思得聪明智慧 无微不思得健康长寿 所以我们这几天 谈了很多健康的问题 要多做无微不思啊 才能健康长寿啊 修因德国 前几天 我在香港的时候 有一个同修 他说他爸爸 老年痴呆 哇 那个继续严重下去的麻烦 就做不了主了 临终不清醒啊 那想去好地方不容易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遇到问题啊 怎么处理呢 多管齐下 现在双管有点来不及了 就是今天李医师讲 身 心 灵 所有可能造成的因 不好的因要去掉 可以改善好的因 要继续种下去 那后来他就有说到了 他很积极的帮他父亲放生 他父亲的情况啊 就清醒了不少 这都是很明显的 的一个转变 因为放生就是 让这些即将被杀的众生 得到解脱了 这是无微不思的 得健康长寿 我们也遇过很多例子啊 临终的人痛苦的不得了 家里的人一给他放生啊 他的痛啊 病症就减缓 就都很明显 所以这三种布施很重要啊 而老和尚来给我们表演呢 三种布施做得很彻底啊 就很自在 这个财布施做彻底的 财富自在 不需要钱的时候呢 身上没有负担 你装了一堆 零钱 当当当是负担 你装了一叠钞票怎么样 哎呦哎呦 还挺紧张的 就不需要的时候 没有 需要多少啊 他就要来多少 看老和尚帮助啊 尸里兰卡 建佛教大学啊 花了多少钱啊 两千七百万美金啊 老和尚要帮助他了 哎呦我的银行有多少钱啊 查一下 一查 超过 哦 这是一个例子 几十年前 这个应该最少也有三十年前啊 也是一个例子 刚好老和尚跟弟子啊讨论 要印一本经书啊 差不多三十万台币啊 老和尚说好 应该印啊 才讲完了 有一个老同修进来了 说师父啊 我的儿子们呢 孩子们都挺孝顺的 要帮我庆生啊 我说你们不用庆生啊 你们就包红包给我 我去做善事啊 不用在那吃吃喝喝的 他的孩子也很尊重他 就给他 哥哥都包了红包 然后他就供养老和尚 结果一拿一张支票 多少钱呢 三十万 所以就对着 旁边刚好谈完的 弟子笑了一下 你看才起个念头 要三十万 这么感应三十万来了 而且是那个 要印的那个地址告诉我的 所以这个就是财富自在 那我们尽力做了一点啊 也有这个感应 比方说我是二十年前到了海口去啊 那个时候 我们上课的地方啊只有电风扇啊 但是七月很热啊 就想 哎呀 能不能找一个有冷气的地方 哎呀 后来 过几天 就有一个老板娘啊 约我去吃饭 吃完饭呢 他们是开酒店的 吃完饭呢 他先生载我回去啊 他说哎呀 我最近啊整理的一个会议室啊 里面冷气都是新的 你有需要的可以找我 我说刚好有需要 过几天就在他那里办啊 办了冷气啊 会议室免费的 可是你每天都在人家那里吃啊 哎五天办完了 要去付钱了 那个柜台小姐说 通通付清了 不用付钱了 我说谁付的啊 她说老板娘每天进去听课啊 所以她都结账了 你可不用付钱了 哇 挺好的哦 哎呀 我在那个当下领会的一件事啊 我在那个当下领会到 因为我以前听老儿子上说 我们干这个事啊 不用担心钱 我们有后台老板 阿弥陀佛啊 可是这一件事呢 我就体会到了 我就进一步 我就问 有时候会问同修们 我说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啊 我们不用怕啊 那我请问呢 那阿弥陀佛是谁啊 谁是阿弥陀佛啊 你看那个老板娘啊 当时候就是阿弥陀佛啊 为什么啊 她慈悲啊 她说哎呀我的孩子都大了 都没有机会上那么好的传统话的课啊 我希望更多的人上啊 所以她发心了 你看她那一念心跟佛心很相应吧 所以她是阿弥陀佛把结送了 随着你做的事啊 你会有一些领悟啊 所以我们做弘扬正法的事情啊 最不用担心的是什么 钱 世间人要做什么事 最担心的是什么 钱 我感觉跟我们干这一行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第一个布施 财布施 得财富自在 这个老和尚做到了 法布施 老和尚讲经啊 辩财无碍 甚至人家问他问题 谁问谁答 我从来没有遇过 我在旁边看人家问老和尚问题 老和尚说 我想一下 这我没见过 智慧自在 谁问谁答 就跟李济学济说的 像壮钟 你轻轻一敲 他就轻轻回到你 重重一敲 他就很想的回到你 都满你的愿 大家想不想财富自在 智慧自在 那老和尚已经表演给我们看了 我们跟着他的教诲 也可以达到财富 智慧 还有寿命 无微不思 得健康长寿 所以在历史当中 有延寿十二年的 延寿二十年的 廖凡先生是个好榜样 你看他命中无子 后来有孩子了 当时候老和尚在讲经 廖凡先生的子孙 有来找老和尚了 这个也证明 鸡善之家必有余境 不然他命中无子 再来 他本来考不上举人 秀才 举人跟静士 后来他也考上静士了 功名他也得到了 第三 受命他只有五十三岁 人家算得很准 八月十四日丑时 是他命到了 结果他活到七十四岁 严寿二十一年 所以命由我做福自己求 了凡先生的了凡世讯是 讲得很透彻的 指导经典 那老和尚是 他的寿命翻了一倍超过 所以这个在历史当中也 非常非常少见 命中四十五岁 最后是活到九十六岁了 所以 这个我跟大家说 我的人中很短 有没有人听完之后很担心 我讲这个的目的 不是让你担心的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从不吓人的 是吧 那当然 你们有没有曾经听老和尚讲经 听完之后 好害怕好害怕 有没有 那你铁定听错了 我有遇过这样的人 他就误会了 他就误会了 讲课人的用意了 你比方说我们讲课的人 我们有听过一个公案 叫下错一个字转语 多五百事也呼声 你们听过吗 就是他讲经的时候 讲错一个字了 然后多到促身做狐狸五百事 有些人一听 我看别讲课了 那请问老和尚讲这个公案的用意 是叫我比较举了比较举了吗 不是嘛 但是这个故事 大家也要观察 会听 他从向上看是讲错一个字 可是从心上 因为人家问他 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 他说不落因果 他这个字讲错了 连佛陀都说 佛陀算不算大修行人 那何止是大修行人 是究竟圆满的修行人 他老人家 当时候 已经成佛了 他还有几个月 吃 喂马的饲料 马麦 是吧 你说他受不受因果 他也受因果 释迦族要被灭族了 他头也很痛 为什么 因为他前世 他们一族人 把一个池子里面的鱼 全部补尽了 赶尽杀绝了 他没有去做这个事 可是他好像有敲了那个鱼 鱼的头 所以他自己也头痛三天 都有因果 你看当这个因果要现前的时候 佛他圆满的智慧得能 他也阻止不了 所以后来他世家族还是被灭族了 他阻挡不了 连神通第一目见连 用波把五百个世家族的人 救起来放在波中 他有神通 后来 这个战争结束了 我救了五百个人 一打开 都是血水 神通抵不过夜历 夜现前的时候你转不了 所以我们以生病来看 今天有一点症状 可能请王川大夫三铁药就治好了 是吧 可是他变成肿瘤了呢 好不好治 有时候不见得能够完全治好了 因为他已经什么 夜果成形了 就不是那么好转 所以我们讲过两件事不能等 哪两件啊 行效还有行善 你行善行得早啊 这个 刚刚李医师也提到了 重罪轻报 你可能很多很重的罪啊 它就削弱了 轻报了 好 所以我们自己啊 要对 人生 尤其对这个 夜果 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果 所以这个恶的果 还没现前以前 我们要赶紧去把它 消掉 所以黄念族老居士啊 有讲一句教诲啊 我印象很深啊 谨防业力发动 你不要等到那个夜果现前啊 你才想要去解决它 哇 到时候有一点 叫天 天不硬 叫地 地不灵 你们有没有遇过 比方说家里人癌症啊 哇 全家人都惊恐啊 都急得到处投医啦 然后搞得家里也 经济困难啊 种种 哇 你看那个夜现前的时候 真的 全家人都有点招架不住 所以印光祖师用了一个词啊 让我们要对无常啊 警觉性要高 赶快断恶修缮 急功累的 不然啊 都被无常吞了 印竖用了这个吞字啊 哇 你看 吞过来了 扑过来了 招架不了了 好 那这个是跟大家提到了 这个三种布施 所以人就两种 一种就是业力生 业力生啊 等业果现前了 俗话说的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啊 就会有这种感叹啊 但了凡先生 他都转变过来了 所以我们第一节课是 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事实上啊 我们每一位老师的课 有没有在教大家怎么改命啊 哦 刚刚 李医师分析的 病因 是吧 病缘 病因是什么 贪 撑 痴 慢 疑 病缘呢 怨恨 恼 怒 怒 烦 所以 诸位同学 你有把握不得癌症的请举手 又回到我们第一堂课 给大家问的几个问题啊 哈啰 你们都没举手 哇 那 今天我们王大夫 李医师回去睡不好觉了 还是我们 马来西亚的华人都比较含蓄 比较谦虚 比较 话不讲太满 那你们有学到了凡先生的千德之孝 谦虚 谦挂六窑皆起 《易经》有六十四卦哦 只有一卦 六个窑 因为一卦有六窑 全部都是吉祥 只有这一卦 就是谦虚 谦挂 好 那有把握不离婚的请举手 有把握不得忧郁症的请举手 好 那欢迎明年再来上课 那当然 从现在开始 明天课程结束 结束又是一个什么 开始了 而且那个开始的学习 不是把你们关在这里学了 是要你们自己积极主动去学习 我们子冰老师 这个主办单位 应该会发给大家很多 老师们讲课的资料 大家用心去学 当然发给大家的资料 都是大家能学的 都不会太难 但是要把学习啊 重视起来了 因为学习才有智慧啊 才有判断力啊 你才能把事处理好 你才能跟人交往的好 所以轻重缓急啊 所以轻重缓急啊 我们要体会到了 那 我们整个课程啊 应该都让大家感觉到 心很重要 是吧 刚刚李医师也提到了 一切法 从心向身 医报随着正报转 所以这个身体也是医报 随着心转 随着正报转 这样的例子挺多的 我们也见过 得癌症啊 他挺放得下的 我们见过很多 得癌症的人啊 他还在玩股票啦 他还在赚钱啊 放不下 有的人放得下了 放下 去做义工了 做了三个月 做了六个月 好像也没事啊 再去检查 癌症没了 他整个 都是服务人的正能量嘛 这个霍金斯能量等级表 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勇气 淡定 主动 宽容 不能怨人 要包容人 好几个故事啊 三个乳癌的病人 都是怨人啊 明智 爱 懂得爱人 喜悦平和 这个都是正能量 所以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正能量 这个负面的不要 这个内疚啊 悲伤啊 恐惧啊 愤怒啊 这些都不好 骄傲 这个都是贪嗔是慢疑的 所以我们能把 病因病缘 怨恨恼怒烦是病缘呢 这些都把它放掉 那你的身心就健康了 天下无难事啊 只怕有心人 尤其啊 不能生气啊 佛们有一句话叫 一念春兴起 火烧功得灵啊 是吧 诸位同学 你上一次发脾气是什么时候啊 假如是 刚刚 那就功德都烧完了 昨天 所以我们要自爱啊 不能把自己积累的功德 一把火给烧了 我们再复习一句这个 一星老师说的话 忍至头上 一把刀 不忍你就要爱一刀 是吧 你忍不住了 在那里发怒啊 怨恨啊 你要不得癌症 要不就要得心脏病了 是吧 那你肯定要爱刀的啊 哦 我觉得这个押韵押的 让人记忆深刻 让人记忆深刻 大家想不想 挨一刀啊 那就 一切法得成于人 所以忍入要修 所有佛法 都是用来对治烦恼的 菩萨 你要多布施啊 帮助别人啊 你的量大 福才会大 慈戒 对治恶业 我们有慈戒了 刚刚李老师提到的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你吃这个五戒啊 这些恶的行为 你就不会做了 忍入 对治称慧 脾气啊 情绪化 要靠忍入 精进 对治懈怠 你一懈怠啊 时间就浪费掉了 一分 时光啊 一分命光啊 这个无量寿经说 何不于强健时 努力修缮 你把时间都浪费掉啊 等你想修行的时候 没有体力了 你就修不成了 要趁健康啊 好好静静啊 那你那些业都消掉了 现代人这些疾病啊 你就不受了 禅定对治散乱 那大家有没有观察自己的心 常常安不安定啊 大家有没有观照这一点 唯学第一功夫 我们今天求真实的学问啊 要下的第一个功夫是什么呢 降德 要降福 浮躁之气 定 大家注意哦 如果一个人只要心不安定啊 会不会讲错话 会不会做错事 会不会常常把东西打破 会不会常常 这个 这边撞一个包 那边 这个 撞一个坑 会不会这样 会啊 因为你的心不定啊 你走走走 宽转弯物处人 你就撞到了 一不小心开个东西 撞到头了 撞到头了 这个头有没有在跟你说法 你不要只落在那里 真倒霉气死我了 你不会修行了 刚刚李老师一开头讲了一句话 不知道大家印象深不深 疾病是什么 最好的朋友 这句话印象深不深 你一开始听到这一句的时候 感觉怎么样 有点吞不下去 慢慢想一想 慢慢李老师讲了 他在提醒你啊 你的生活方式不对啦 你的思维方式不对啦 假如没有这个疾病提前来告诉你啊 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都没人提醒 一命乌乎哀哉 是吧 就好像 今天有敌军要来了 以前 都有那个哨兵台 是吧 很高 一看 赶快当当当当当 敌军来了 马上可以戒备了 所以你的身体 这些症状也是 就像那个 烧兵 提醒你了 你会不会 吵死了 是吧 对啊 那你 他是来救你的 你竟然这么对待他 就好像 你今天 你有肿瘤了 他也提醒你 你说杀了 砍 那你不是 等于是把那个提醒你的 那个士兵给解决掉了 所以 心态很重要 这个 李医师这句话 你举一反三 所以疾病是我们的好朋友 甚至于你每天发生 你觉得很倒霉那个事 都是你的良师益友 你能从中去反省 那你就自过了 不然你每一天 都不知道自己 有没有讲错话 做错事 你就稀里糊涂的了 人越稀里糊涂的 那你每一天就越来越看不到问题了 你的警觉性就越来越路了 所以了凡事讯有一段话非常重要 一日不知非 则一日安于自是 自以为是 都不知道错在哪 一日无过可改 则一日无不可静 所以诸位同学 我们昨天犯了哪些错 自己有没有察觉到 大家昨天写心得的时候 有没有察觉到 你每一天能察觉到 甚至经过一件事 你察觉到自己不对在哪 这叫开悟 发现自己的过失 老实上说叫开悟 改正自己的过失 叫真修行 所以发现过失不是不好的事 这个心态要建立起来 不然我们一看到自己不对 很沮丧 很气馁 这个就是面对的态度不对 好 所以当你觉得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过失 是的 恭喜你 你的状态很好 而不是状态不好 没关系 我们心态很正确 发现了 我改就对了 本觉本有 我本来就有佛性 一定可以恢复 不觉本无 一定可以去掉 是吧 那个妄心本来就没有了 怎么会改不掉呢 所以慧可大师说 我心不安 达摩祖师说 将心拿来 老生帮你安 你说我这个人个性就是这样 来把个性拿来我看看 真的东西不会变的才叫真的 一直在变的都是假的 你怎么把假的当真呢 我曾经 这个是在2002年 2001年 当时候我到了台东 都是山清水秀 然后当地来找我 去教一年级的七个小朋友 我当时候说不行不行 我不小心把他们捏伤了怎么办 那么小 后来他找了我几次 他说找不到大学毕业生 因为那一年法律 从高中毕业可以带小学 改成大学毕业了 结果当地的大学生 都跑去哪里了 跑去西部赚钱 结果我跑到东部来了 后来我去教了 然后我要去教以前 我就想到老儿上说了 随时要给 随时要给 老儿上是说 你当长辈的人要给晚辈 好榜样啊 我现在要去面对七个小朋友了 那我什么都要做榜样 我好像吃饭的动作不对了 吃饭要龙寒猪 奉点头 我就开始改了 哇 那个 一开始改那一个礼拜 我一遇到要吃饭 心理压力就很大 有时候夹夹夹夹夹到 都觉得 算了别吃了吧 代表什么 要改一个习惯 一开始是比较难的 所以了凡先生说 实而勉强 中则太难 慢慢就 改过来了 后来 两三个礼拜过去了 我突然 起了一个念头 我说 我以前是怎么吃的 我想不起来 因为我正确的 已经养成习惯了 现在跟我想 我以前怎么吃的 我也记不起来了 所以这些坏习惯 这是忘形 假的 所以老儿上说 不觉本无 一定可以去掉 我以前 也是容易发脾气的 但是 现在觉得不发脾气挺好的 你一发脾气你就觉得 呼吸都有点困难 何必 所以我们都在提两个字叫 自爱 传统话就是要爱自己 跟自己过不去了 好 所以 六度 都是对峙 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 今天你撞到什么 踢到什么 是好事还是坏事 他告诉你马上拉回来 提醒 我的心偏了 我的心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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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慌了 学习啊 做个比喻 就像杯子 是 今天你要学习 你的杯子里面 破了一个洞 那你就沉不了水了 这个就是 我们不恭敬的去学 右耳镜 左耳就出去了 这个是佛经里面的辟语 有一个词叫法气 你今天要学正法 你的态度要像法气 气鸣才能接得住东西 所以你心不在焉 那漏掉了 再来你这个杯子是 反盖起来的 水加不加的进去 你听课的时候 有什么了不起 我都知道 那你傲慢 这个水加不进去 我慢高山 人的慢心起来 像高山一样 挡住了 法水不露 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法水流不进去 这第二个状况 第三个状况 这个杯子里面 加了毒药了 你看 醍醐把它倒进去了 变什么 毒药 所以学习的心态不对了 学不好了 哇 你看你用功利的心去学 那佛的东西你会领悟错了 或者你心浮气躁 你学不到东西了 你学不到东西了 所以 心浮气躁啊 听再多的东西啊 都留不在心上了 所以大家记不记得 老和尚常常说 他见张家大师 你们听过吗 见张家大师啊 他学佛的老师 四大活佛之一 他去见张家大师 问张家大师 我觉得佛法很好 要怎样很快 契路 他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啊 张家大师停了半个小时 才回答他 假如你们现在问我一个问题啊 我停了半个小时啊 会发生什么事情 人都走光了 但是呢 这个用意大家要知道 把他的心怎么样 完全静下来 你可以自己去观察一下 别忘了 别忘了今天你听了半个小时 听了一个小时 一问你 你刚刚听到什么 好像想不起来了 那就是我们的状况啊 心很不安 听再多的东西啊 入不了心啊 师父领进门啊 修行靠个人啊 自己的状态要自己去观察了 哦 这个别人帮不上忙哦 哦 所以我 大家看我的身材啊 我是挺着急的人 是吧 一急了这个 胃就抽筋了 这个 吃东西啊 吸收就不好 没有 但是随着跟老婆上学习 尤其老婆上讲话 缓缓的 听多了之后 自己讲话也缓慢下来了 欸 不充容 不充容是不是 走路不要着急 是吧 凡道志 众且疏 讲话不要太快 走路不要太快 宽转弯 勿处能 直虚弃 如直营 你看端一个东西 我们为什么常常会把东西 打破 心 不专注 慌 所以打破东西 那个东西也在给你说法 佛道修行在心中 但你要借每一件事啊 了解自己的心 去修正 修行修行 修正行为 错乎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都是行为 禅定 对治 散乱 般若 对治 愚痴 挑出来 第三点 忍辱 对治 称慧 怨恨 恼怒烦 都是称慧 哦 怎么对治呢 黄念祖老居士 这个也可以发给大家 做参考 六人 第一个 第一个 立忍 压下去 会不会有压不住的时候啊 那压不住怎么办 赶快 赶快离开现场 不然你就前功尽弃了 好不容易压压压 压不住的时候 我上个厕所 离开现场 离开现场 第二个呢 妄忍 度量扩宽 宰相度里 能撑船 算了算了 不放心上 第三呢 凡忍 反省自己 因为一个巴掌 拍不响 会吵起来啊 叫半惊八两 彼此彼此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他错两分 他错八分 你错两分 你 你不要一直要去 批评他的两分 你看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我们一反省 我还是有错 你就不容易啊 向人发怒了 那诸子之家格言也是很好的教诲 因事相争 焉之非我之不是 须平心暗想 能够反省 这个是凡人 我们人为什么一直气一直往上 就觉得都是对方的错 你就会一直往上 第四呢是观人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比方说这个人对你很凶 你一拥 你一拥在他的那个表情 太过分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越想你就越难过了 你假如想 金刚经说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肥皂炮 好几个圈是吧 请问停了多久 三五秒钟 啵 人生就像这样 梦幻泡影 你假如想到啊 这人生就像这个肥皂炮 你还会不会那么计较啊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 骂着那个肥皂炮 喀说ico 你假如想一想 一下子就过了 哎呀 忌较啥呢 所以这是观人 盛志宜啊 其实人呢 ReRY 就是浊了相 你才会生烦恼 浊他现在的表情啊 言语啊 哎呀讲话那么狠啊 就一直掉在这边 你假如能移开 比方说我今天 我第一年教书 有一个孩子很凶 都打人 可是我一去调查 他家里的情况 被妈妈抛弃了 爸爸也不管他了 我本来他太过分了 一下变成什么 他怎么这么可怜 英志文说的 敏人之凶 怜悯这个凶恶的人 做错事的人 你们有没有去过医院 看那个出生的小孩 有没有见过 出生的baby 你们都没见过 你们还没有做叔叔阿姨 是吧 想象一下 电视剧里面应该有吧 你们一看 哪怕不同肤色 都很可爱 是吧 你们有没有见过哪一个人 看了这个刚出生的时候 这个人以后是杀人犯 这个人以后是十恶不赦 有没有 不可能 每一个让你很生气的人 他一生出来都是那么可爱的 他是什么 成长过程他的缘不好 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 我体会到这一点 我会去看他的原因出在哪 就会觉得他挺可怜 你就会去包容原谅他 叫官人 再来习人 哇 本来要生气的 可以变高兴 要不要学 就是呢 把每一个人都当作 天使 你们看这个片子 看了几遍 那是你们要投胎下来的时候 约好的 我考你让你成佛 所以你要对一个人生气了 马上转念 天使 不好意思 而且他的出现 就提醒了自己 原来我内心里还有这些怨恨恼怒烦 没有他出现 我还不知道我有这些东西 那他不就是来成就我的道业的吗 那每一个人都来成就我的 那我当然很欢喜 跟每一个人相处 这个是习人 关键在哪 所有的人都是老师 只有我是学生 这叫善财童子的心境 这是佛门的代表人物 一身成佛的榜样 善财童子 诸位同学 想不想一身成佛 想哦 那要向善财童子 习人 你假如真的 人家对你很凶啊 你都笑笑的 慢慢的这个恶元就转过来了 有一天这个人就问说 你修养这么好啊 你是跟谁学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他讲 我跟进宫老和尚学的 哇 那你给佛菩萨老和尚脸上贴经 你功德无量 第六呢是慈忍 慈悲心 我们去观察一下 人会起情绪啊 他有一个基础就是 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所以有我了 才有我贪 我撑 我吃 我慢 所以假如我们 念念为他人着想 这个贪撑吃慢 这些烦恼 还有情绪不容易起来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流宽 汉草的流宽 他有一天穿着草服 他的太太呢 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 他太太就 想个方法 看看能不能让他生气 他太太有点吃饱撑着 结果呢 他就让这个婢女啊 盛着羹汤 他要上早潮啊 都是穿着 潮服 很庄严的啦 可能待会就要出发啦 就假装摔倒啊 那个羹汤 就泼在他的衣服上面 留宽 留宽第一个念头 你的手有没有烫伤啊 大家想一想 假如是我们买的 名牌的衣服 突然人家 跟汤泼过来 怎么样 你知道这衣服多少钱吗 差别在哪 念头 一个人念头 在我的衣服 一个人念头 在对方 所以这个叫 持人 大家去观察 比方今天 你跟对方 整个情绪上来 一定是我们 专注在我的感受上 假如你专注在对方 当你感受到一个人 发怒的时候啊 你会 感受到 对他身心的影响 你真的为他想的话 有一个人发怒起来 那个怒伤什么 考试哦 怒伤什么 暴怒伤 我们应该出一个考卷 出实体 不及格的 再留下来 要过关才能过 像少林寺十八同仁 你要过去了 才能出去 所以今天你假如 能体会到对方 对不起 别生气 有一个新加坡的 这个媳妇啊 他婆婆误会他了 他还跪下来 给他道歉 他先生说到这个事啊 还有点 替他太太 觉得有点委屈嘛 他太太说 没有没有 不委屈 你看 我婆婆 帮我照顾家里啊 照顾小孩啊 家有一老 卢有一宝啊 我很感恩他 他脾气上来 到时候高血压 血压一高 会中风的 我赶紧跪下来道歉 他的气就下去了 你看这个跪的动作 一般的人觉得很难 怎么可以 他误会我了 还叫我下跪 岂有此理 是吧 可是对这个媳妇来讲 不难 你看心念 所以难 不难 关键在哪 心 大家开悟没有 好 这个是六人 哇 怎么 这个 真恩 问我的问题 我可以开到这里来了 好 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我还是回得来的 这是刚刚讲到的 义跟利 的决定 假如我没有守住义啊 那我就随着我的 本来的命运在走了 我该有什么福报 我继续想了 但是想了 我这个良心就越来越 不安 是吧 再来啊 我可能就遇不到老和尚了 我就是因为这个钱赚不下了 没多久啊 因为我还是很想帮人啊 我们那个出发心不变 就跟刚刚李医师说的 我去从医 我就是希望能真正解决人家的病苦 当我只知道 哇 怎么好多病都不能治好 他就开始去研究病的因在哪 这个出发心 不会因为遇到的这些挑战而改变 后来就有人送我老和尚的录音带啊 那时候只有录音带啊 我就开始听了 哇 都能解决问题了 就接上这个缘了 那当然 陈德在你们这个年龄 跟你们都有同样的 抉择跟困扰 所以我是后来 选了科系了 那不是我兴趣的 后来我绕了一圈 差不多快十年吧 绕回来街上老和尚啊 那这个就一直 这个路啊就走下来了 从事教育了 所以变成说你自己要先思考 你的人生价值观 而且我们已经了解到啊 命由我做 你看了凡事讯里面讲的 他的福报 考第几名 可以领多少米 是吧 都是前世修的啦 所以今天 我们听 圣庙法师的课程 他有提到八正道 修行医这个八正道 其中有一个叫什么 正命 就是你选择的行业 你现在去选择行业 比方说你去选择 鲨鱼啊这些 刚刚李医师说的 你去伤害什么动物啊 你慢慢的 你长的那个瘤啊 就跟那个动物很像 这个是我真的见过啦 杀鸡的人啊 哇我看到整个鸡皮疙瘩起来 他的脸跟鸡越来越像 那鼻子都垂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杀了那个鸡啊 所有的动物都 最爱的是什么 爱他的命啊 连蚂蚁都贪生啊 怕死啊 那这些灵性都很高的啊 那个鸡啊 这个灵性都很高 你把他杀了 他这个灵魂起来了 甘不甘心啊 不甘心会在哪里啊 守着你啦 甚至于你阴气太弱了 附在你身上都有啊 这个就变冤业了 所以这个不能做那个会害众生的行业 这个要听懂哦 不然啊 你不懂这个道理啊 等你三四十岁了 结果你的小学同学啊 初中同学赚钱赚的比你多 你就在那生闷气了 以前他成绩还比我差呢 他才能也没比我好啊 怎么现在赚的钱比我多呢 因为财富的因是财不失 你干哪一行 那只是什么 圆 他怕你们以后人生会很郁闷 让你们一劳永逸啊 理得而心安 那是圆 所以你今天很有福报啊 你卖绿豆汤啊 可以买 在吉隆坡买好几栋房子 因为你本来就有那个福报 我真的见过卖绿豆汤的 卖红豆汤的很有钱 这个卖红豆汤还是比卖绿豆汤好一点 因为绿豆太寒了 所以这个你现在学了 这个食物有属性 你都能考虑到了 你就基福了 福田新根 有一个故事啊 有一个算命的 他很会看风水的 然后很会看相的 他一看 哇 这一家人啊 命很不好啊 他为什么进这个家呢 因为他走路啊 渴得要死啊 刚好到他们家了 要一杯水啊 结果呢 这一杯水端过来啊 居然上面撒了很多 米糠啊 米壳啊 他心里想啊 我渴得要死啊 你还让我那么难喝 因为他得 才能喝到一口啦 后来他就有点生气了 这一家人命本来就不好了 他就死了个心眼 我给你们看一块地 以后你们老人去世了 葬在这里啊 你们就有福报了 他就选了一个不好的地了 后来过了很多年啊 他又来啊 哎呀 这一家人怎么 整个情景都变得有福报了 他自己也很惊讶了 后来就问了 这个 他说必定有原因嘛 就当时我喝那个水啊 你为什么上面撒米糠啊 他说赶路的人啊 马不停蹄啊 都很喘啊 那水一端过去 他咕咕咕很容易呛到了 内伤了 所以撒一点了 他就慢慢喝了 他这一念心啊 就替每个人着想 他的命啊 就因为替那么多人着想啊 慢慢就转过来了 大家那么年轻啊 都知道了凡世讯这些道理啊 你们都是有福报的人啊 其实人世间啊 第一福报啊 不是给你一千万啊 第一福报啊 是让你接触到正法 你明理 一个人不明道理啊 你给他一千万是他的灾难啊 大家说对不对 对啊 他一定拿去干啥 所以美国有一个调查 中了 他们那个叫乐透还是什么 就是中了那个最高奖金的 他最后的结果 都是穷困潦倒 甚至死在家里 没人知道 因为他一拿到钱 他就干什么 挥霍 一直花 最后就是这个结果 没有很好的 好 那这个 就您自己啊 思考清楚 人生的价值 而诸位同学 我们有没有去关注过 现在的人需要什么 现在的家庭需要什么 现在的团体 企业需要什么 现在全世界 现在的地球 现在的地球 需要什么 工作为了什么 服务他人啊 那我们去找那个 众生最需要 最重要的 不是很有意义吗 是吧 那请问大家 现在这个世间最需要的 是谁啊 最需要一个 我就不说了 你们自己想 大家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刹车不讲 因为我讲的那个行业 到时候那个行业的人说 抗议 抗议 陈德瓦斯 你是不是对我们这个行业有 抗议 你比方说 你可以去做一个农夫 而且你是有机耕作 今天我们 李医师说 饮苦食毒啊 人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病 其中一个原因 我们吃的东西都有毒 你有愿力 我去做有机农耕 让吃到的人都是健康的 这样的人 我见过啊 他现在经营得非常好啊 我还带小朋友到他的农田里面去参观啊 很神奇哦 你做好事一定有考验哦 比方说 他种的东西啊 其中有一样是他主要的收入之一 他种茄子 结果他不喷农药 不喷不好的东西啊 结果长虫啊 后来呢 他就 只能收成很少 然后又 这个虫害啊 所以他收获就比较慢 结果别人都喷农药啊 哇 生产量很多啊 他就忍住 不能喷 不能喷 他眼看着 哎呀 我这个收入少了 到时候卖不出去 我就没钱赚了 但是他还坚持住他的初心啊 结果别人收成很多啊 出来的时候 没有价钱 没有价钱怎么样 倒掉 结果到他收成的时候啊 涨了二十多倍 他虽然生产不多啊 那个价钱比当时候涨了二十几倍 你说这不是上天的仪式吗 哎 考验他哦 哎 他考过了 福报就先钱了 哦 所以相关单位啊 都很佩服他 你居然还活着啦 哦 所以对他很支持啊 这个有机会 你们也可以去参观参观 他连那个 他的那个 那个 榴莲园啊 他都不喷农药的 然后也不伤害猴子的 那大家可以自己啊 思考思考 那个 到底现在啊 全世界 最需要 什么行业 我给大家 透露一点 最需要像老和尚这样的人 办教育的 学习释迦摩尼佛 六十多年 学得非常像 你看这个世界 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人 像老和尚这样 学而不厌 毁人不倦 当然 我们佛门的菩萨道啊 各行各业都可以行菩萨道 佛法是非常圆荣的 你假如要崇伤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叫道圣和夫 我讲过道圣和夫嘛 这个是菩萨 这个是菩萨 他的影响啊 不输给一个 弘法的人 看他的书的 企业家几千人 都向他学习 所以各行各业 都可以行菩萨道 你保持那一份 服务人的心 利益人的心 甚至于每一个角色 都可以行菩萨道 比方说家庭主妇 周朝出最多圣人 这个太太怎么来的 大家知道吗 他是有历史的 周朝有三个女圣人 太江 太任 太世 每一代都交出好几个圣人 所以后来尊称结婚的女人 叫太太 意思就是女圣人 就是女人太重要了 天下的安危 女人家超之一大半 有好的女人 就能交出圣贤 子孙出来 所以这个天下能不能安定 女人比男人重要 所以诸位男士 要尊重女子 因为我们都是妈妈 养出来 叫出来 好 我好像讲太久了 好 这有一个问题 这个有同学有问到 就是他想要转系 他想要转那个系 可以利益很多人 这样的心念非常好 那我们尽力去做 人有尽到力 他自己会觉得 对得起自己 你尽了力了 哪怕没有你想求得的结果 你也不要太难受 那当然老和尚也说了 有一些政治人物 来问老和尚 我能不能选上 他说你真的一心 为人民 你本来选不上 也能选得上 就是靠自己 激功累得去转变命运 而且实在讲 有时候你没有那个文凭 你还是可以做 你想做的事情 甚至于 比方说你想从事中医 假如你的缘没有成熟 你还是可以跟 很厉害的中医学 可能你不能挂牌 但是你可以给你信任的人 看病 再来你还可以 带小朋友 你去教书 从小就跟他们说 中医很伟大 是吧 你的学生里面 可能好几个人 从事中医工作了 你就很欣慰了 只要怨心不退 都能做出贡献来 好 时间到了 有没有 刚刚我有请教大家 有没有课程里面的问题 可以提出来 还没有回答的问题 我明天还有一节课 今日事 今日事 今日必 今天听了课 有不了解的 可以马上问 这个佛菩萨 都是慈悲的 大家不要一听 佛不度 无缘之等 不够慈悲吧 所以 好 大家要知道 佛不度无缘之等 是条件不够 所以他没有善根的 佛会给他种善根 善根 有的 他会让他成长 善根成熟的 佛这一生就把他 度脱六道轮回 所以佛不是不慈悲 这个大家不要误会了 那比方说 今天我们念 太上感应篇 你说 这个人自私自利 念太上感应篇 念啊 念啊 能不能增长 他的善根 我们学伦理道德 此于作恶 你学了伦理 尤其是孝道 得有伤 疑亲修 所以你不 不愿意作恶 但是你学了因果报应 不敢作恶 所以因果啊 效果来得快哦 千文 我刚才有举手 我刚才有举手 好 你请说 就是今天那个 李老师有讲说 如果要是 你是造什么 杀生啊 或者什么的 他会附着在你身上 那比如说 家里就是有很多蟑螂 很多蟑螂 对啊 然后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 就是处理掉 真的好多 这个李老师要不要 大家注意 什么 不管是人跟人 还是人跟众生 它都是什么 感应 所以你要首先反思啊 会招感这些动物来的因 你要尽量去掉这个因 是吧 这个虽然是问一个问题 你要学会怎么思考问题 你会学的人 从一个蟑螂的问题 可以举一反三 去思维一切问题 大家相不相信 所有的事没有离开因缘国啊 所以你感召这些的因 要去掉 对啊 这个就是你要去考虑的了 是不是有什么气味啊 有什么因素 把这些东西招感来了 那再来讲究什么方法 有没有人有用过什么方法 有解决这个问题的 阿弥陀佛 师父好 大家好 这个是我们一般在家常常都会遇到 不但是蟑螂啊 蚂蚁 蚁蚀啊 苍蚓蚊子 这些 有一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千万不要杀他 越杀他会越多 那刚才师父提到了 我们要去反思啊 你看净空老和尚有讲过 他之前在新的一个人家 监给他的那个六合院 六合园里面 他要去上厕所 我们叫厕所 那个马桶上面有很多蚂蚁 老和尚怎么做 跟他沟通 告诉他蚂蚁菩萨 我先出去散步 你们搬家 但我可以用 结果真的老和尚一千转回来 一直都没有了 但是因为老和尚心沉啊 我们心怎样 不够沉 所以一定要多努力 但是先决条件 不要杀他 真的要透过我们真诚的沟通 思维 不要拿那个喷的 很容易就喷掉一大堆 那个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告诉大家 以前我在家乡开诊所 我们为一个老菩萨助念 真的那一群佛友 把他助念了八个小时 那个老菩萨我平时看到都阿弥陀佛穿的祭祀服整整齐齐拿着炼足 祝念完之后打开往生被全部人都泡光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鼻孔 他的耳朵 爬满了蚂蚁 他的眼睛黑黑的 好像那个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让人家看起来非常可怕 结果佛友都跑光了 剩下我跟我母亲 帮他净身 前身四肢的关 都没有发现蚂蚁爬进来了 就是 其实那时候大家是缺乏经验 后来人家说 那个助念的床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但是其实师父 我觉得是他自己的杀业 感召来的 所以我每次跟 槟城那些佛友分享 他们都从此之后不敢再杀蚂蚁 因为蚂蚁太容易了 太烦了 家里面你一不小心食物掉一个 尤其是居住在有地的屋子 那个蚂蚁是不是一下就来了 所以老和尚说住公寓是对的 我现在搬到公寓去住 十九楼 一只蚂蚁都没有 不用再去处理蚂蚁了 不用再去处理蟑螂的问题了 我不是为了躲避他们而搬 因为真的 家里成员 剩下我跟我家师兄孩子都在外面 就不需要了 老人家 两位家里的老人都送走了 把他们都安详送走了 那就把空间缩小 多余的时间用来听经念佛 那不是很好吗 感恩 谢谢李医师 这个印象深刻 不要再跟众生结恶缘了 不然到时候临终这么重要的时刻 他们来报这个冤仇了 那成德自己也是听过 像我们德国有一个同修 他们家很多苍蝇 就越杀越多 后来他真的是跟苍蝇沟通 也不杀他们了 就很明显就退掉了 甚至是他们家庭院 庭院有那个吐蕃鼠 是吧 你们家本来草地很好的 他就可以砍 砖出来了 他也是跟他沟通 甚至是蜂 蜜蜂 在他们家也是都用沟通的 最后都达到蛮好的效果 所以这个诚心 还是能够感通 我自己曾经有一次是 苍蝇来了 不是 蚊子 后来我就想说 老阿上说的 他就要一餐饭 你就给他 后来我就 我就开始 我不只给了他一餐 我还给他很好的待遇 就是我一直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就想着这个佛号放光 照他 一天结缘 要结法缘 是吧 我就一直给他念佛 哇 他吸得挺痛快的 整个肚子 起来了 然后他就 吸好了 他就飞起来 比较不痒 你去要打他的那个会比较痒 他就 然后就飞到那个墙壁上 我当时住在学生宿舍 不是 老师宿舍 我第一年教小学的宿舍 隔天 他还在那里 都没有动 我静着一看 他走了 不简单 蚊子 走了 停在那里 没有掉下来 他还吸得鼓鼓的 所以我从那时候不敢轻慢一个皱身 当然他去哪里 我得要去极乐世界我才调查得到 这个话不能讲得太绝对 今天先到这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